利用乘法公式來求這個面積 好 那第一題的話 我們就講第一題幾條 好啦 我們講第二題好了 因為其他題目都是類似題 那第一題我會給你的提示 好不好 我們先看第二題 第二題題目說 有兩個正方形 一個是三 外面大的正方形是33 邊長可以33 裡面小的是7 然後他說問你說 中間這個 這個比較淺色的這個 灰色的面積是多少 那很明顯的 這個名怎麼算 是不是大的正方形 減掉小的正方形面積 對不對 所以答案多少 答案就等於 33的2四方 減掉7的2四方 會吧 那當然這題目有兩個解法 一個是用暴力法 就慢慢算 那我當然不是用這個方法 我們用剛才我們教過的方式 有沒有 我不是告訴你嗎 a 平方減 b 平方 我等於什麼 是等於 a 加 b 乘以什麼 a 減 b 吧 那 a 是誰 a 就是這個 33 所以你看到了沒 剛才你寫的那個計算題 就不去問哪用 只是你到底懂不懂 可以變成他 好 然後 b 的話就是7 好 所以答案多少 來 33 加 7 是多少 40 33 減 7 呢 是不是 26 所以請問你 40 減 26 是多少 10 40 10 40 對不對 10 40 然後單位呢 記住我要寫上去 答案會是平方公分 會啦 好 那麼 我們就順便把這個第一題的講一下 但是我不告訴你答案 因為我要讓你解決去寫 好 第一題我要告訴你說 有兩個等腰直角三角形 那麼他的那個兩個腰分別是 73 跟 27 那你說這邊 73 如果我先講 你遇到這種所謂幾個考題的時候 如果你不太會算 我教你 你把所有的數字全部填上去 其實答案通常都出來 你這邊 73 這邊是不是也跟著 73 這邊 27 這邊呢 也跟著 27 好 那他問面積嘛 他問那個斜線面積 那就很簡單 就是大的三角形 我們剪掉小三角形 白色三角形 好 大三角形怎麼算 是不是底乘以高 就是 73 乘以 73 除以 2 減掉什麼東西 也是一樣 底乘以高 除以 2 就可以了 所以答案就是 2分之 73 乘以 73 減掉 2 分之 27 乘以 27 會嗎 那當然有兩個方法 方法一就用暴力法慢慢算 那當然我告訴你快點方法 他等於什麼 他等於 2 分之 1 我先把 2 分之 1 提出來 然後呢 裡面是變成是 73 的 2 次方 減掉 27 的 2 次方 因為 73 乘以 73 就是 73 的 2 次方 27 乘以 27 就等於 27 的 2 次方 好 然後裡面這個部分 是不是很像乘馬公式的 對不對 就跟乘馬公式是一樣的 所以又來了 他等於 1 分之 1 這個照抄 A 平方 減 B 平方 等於什麼 是不是等於 A 加 B 有沒有 就是 73 加 27 乘以 A 減 B 73 減 27 好 那我們把答案算一下 我們要等於 2 分之 1 乘以 來 73 加 27 是多少 就是 100 乘上 73 減 27 呢 多少 是不是應該是 46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問一個簡單的邏輯 你覺得 2 分之 1 是跟 100 約比較好 還是跟 46 約比較好 但是跟 46 約 你跟 100 約變 50 然後 50 乘以 26 比較難算 如果我把 21 跟 46 約分 不是就這邊的 23 嗎 我現在教你也是還是那句老話 你要降低你寫錯的機率 我相信你寫 56 A 50 乘以 46 跟 23 乘以 100 我現在寫錯機率比 答對機率比比較高 對不對 所以答案出版的答案是 好 我說不講還講 2300 好 平方公分 好 先講就講了 OK 會嗎 因為我想說還是把這個技巧跟你講一下一下 不要每次都是 常看你寫 我都已經寫對了 前面都對了 結果後面都寫錯了 我就覺得很 百思不得其解 你知道嗎 原來後來看看 原來就是一位同同學 就是你很隨性的去講 那樣約一約就好了 可是我跟你講 那樣約 我說你想要把 1 跟 100 約的原因 單純只是因為懶惰 就是我眼睛只想要看到兩個數字 就好了 對對對 其實你的腦袋也多想一下 多想個兩三秒 就知道說 其實 1 跟 46 約 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答案比較快 好不好 OK 好 你看一下